善无 决定有报 想到决定有报 我们立刻就联想到在灾难 能避免吗 我们认真修行 大慈大悲 求佛菩萨加倍 这位慈悲加持 让这个灾难化解 假如我们自己是佛菩萨 我们怎么处理呢 饶恕他们 让灾难不要发生 可是这些人呢 不相信因果 也不相信佛菩萨 说佛菩萨 说因果 都是呼召谣言 他们作物便本加厉 造得更严重 越早越终 佛菩萨怎么办 到最后 念佛菩萨也被他毁掉了 他堕落的地狱 真的是无有无出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 赦免他 是不是给他加重作物的机会 让他将来受更痛苦的果报 是不是这样 这样一来 有慈悲心呢 你的大慈大悲在哪里 所以佛菩萨讲慈悲 慈悲是讲理智的 不是感情用事的 我们今天还得秦职 是感情 不是智慧 那我们想错了 看错了 小孩做错事情 父母不惩罚他 爱他 将来会干更大的坏事 那如果做错事情 小孩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以后他不敢做坏事 你说这个处罚 是慈悲 还是狠毒呢 这个道理要懂 不能逆爱 逆爱的罪非常重 他将来做大悲地 永不翻身 他会怪你 你当时为什么不惩罚我 不把我带回头 你让我做这么重的事 他能饶过你吗 学生小时候不懂事 他长大会开悟 他会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世事 千变万化 佛法没有定法了 佛法是糊糊扑扑的 因人 因死 因死 因地 千变万化 佛没有定法过数 佛只守住一个罪 一个原则 帮助众生 利苦的路 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 佛法的教学 落实在 断无修相 我 是苦的根本 学悟 是乐的根本 令一切众生 知苦落伐 这就用教育做手段 佛真真慈悲 天天在教啊 谁听得懂 刚才讲了 真诚心的人 恭敬心的人 沉浸心的人 听得懂 没有这个条件 听不懂啊 听不懂 怎么办 多久 一遍一遍 不断让他讯息 从听不懂 慢慢就听懂了 这慈悲到了极处啊 那么惩罚 惩罚不是上天惩罚 不是佛菩萨惩罚 要知道 这什么惩罚 是自己造的业 来惩罚自己 自作自受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与佛菩萨不相干 佛菩萨绝对不会惩罚你 所以到最后 谁惩罚了 因果惩罚自己 这个没办法了 你自己造的因啊 你自己要感受过吧 善阴善空 悟阴悟报 丝毫不爽 那佛菩萨帮助我 如是而已